我的舊物就是我中學的校胎 以前的校園生活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 所以我每次見到校胎 雖然現在我不會長大 但我都會想起以前老師和同學對我們的愛 今天我帶來了這個舊物 其實它就是我2017年和我最好的朋友去書展畫這個帆布袋 看起來好像平平無奇 其實它是一個摺疊的背囊 我想應該是中學時的生日禮物 我到現在都不捨得扔掉它 我都只用過一次 但因為是別人送的 所以我都放在家裡沒有扔掉 我這個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小學時認識的第一個朋友 基本上在學校就好像雙胞胎一樣離不開對方 老師們都覺得我們兩個不知為何越大越似 可能是相處的時間太多 但很可惜的是它早已決定要移民去英國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送禮物給我這個人 我對她的一個感情 就是她是一個對我很好的姐姐來的 所以都有點不捨得的 所以就一直放在家裡 但是好像都沒有什麼機會用 但是就是 算是一個回憶 是一個中學對這個姐姐的一個回憶 其實我們兩個現在都長大了 我前幾年都有去英國找她 我看到她還保留著這個帆布朵 就覺得很感動 原來我這個最好的朋友 是這麼多年之後都這麼珍惜我 這麼珍惜我們這個友誼 然後當你成長了 然後回想這些片段的時候 你就會發掘到當中最珍貴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的第一步是 我覺得是要先感受那樣東西 和記住那樣東西 然後至於怎樣去回味和怎樣享受 它未必是即時那一刻 但是只要你記得就是最重要